S-400被认定为最合适对抗F-35的系统 美媒提出意义 中国导弹系统将让F-35毫无用处 仅仅关注 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网站最新报道 日前伊朗使用俄罗斯雷达系统 成功地跟踪了美国F-35隐形战斗机 使其无所遁形 其了解 这款追踪到F-35的雷达 是俄罗斯的Resonus NE防空系统 该系统成功地侦查并追踪了 在伊朗边界附近飞行的F-35战斗机 据知情人士透露 该系统非常清晰地识别F-35的飞行路线 由此可以确定它能够可靠地进行追踪 文章强调称 Resonus NE雷达已经在伊朗 执行过24小时不间断的作战任务 Resonus NE雷达是俄罗斯Resonus N雷达的出口型 该雷达是工作于甚高频段的三座标米波雷达 在2005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上首次亮相 2014年出口至伊朗 这款系统虽然显为人知 但是意义非常重大 由于美军在伊朗附近部署了越来越多的隐形战斗机 其中包括在海湾地区的两个F-35A中盾 在卡塔尔部署的一个F-22猛禽战斗机中盾 为了F-35在该地区的存在将会大幅增长 能够追踪到F-35的飞行轨迹 对于伊朗的国防意义十分重大 目前这种防御性武器的销售 不受联合国武器禁运的限制 由于此前对伊朗的禁运将于10月到期 据推测伊朗计划采购更多先进武器系统 以提高其防空能力 而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俄罗斯的S-400防空系统 在军队2020年国际军事技术论坛的第一天 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在有关人员陪同下参观该展览会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伊朗军方对购买俄罗斯S-400防空系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就基本性能而言 一个完整的S-400防空系统 可同时引导160枚导弹 攻击80个目标 对付目标的最高速度可达4800米每秒 即可发射多种不同型号 不同射程的拦截弹 最大射高约30公里 重量2.6吨 可以拦截巡航导弹 飞机和机动弹头等目标 毫无疑问 伊朗一旦装备S-400 其国防能力将会大大增强 该系统也被认定为 世界上最适合对抗F-35等隐形战机的系统 不过美国媒体最近却提出了一个异议 根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报道 其认为随着中国防空系统的不断升级和完善 美国空中力量优势将会很快消失殆尽 分析人士认为 在导弹和传感器技术发展上 中国最终将赶上并超越俄罗斯 因为在空军和经济实力上 中国比俄罗斯更强大 除此以外 美美表示 西方国家不再只关注俄罗斯 中国的防空系统 很快就会让美国的F-35等隐形战斗机 变得毫无用处